旅行听我说,世界我来播,本期旅行关键词,中美往返航班增加至每周50班。 据路透社2月26日报道,从3月31日开始,中国客运航空公司每周往返美国的航班从目前的35班增加至50班,从而时市场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。 此举是在预计2024年夏季交通旺季到来之际,中美市场进一步正常化的重要一步。 在2020年初因新冠疫情而实施限制措施之前,双方每周允许150多个往返客运航班,但直到2023年8月,中美航空公司每周只能在两国之间飞12个航班。 这一数字在去年9月1日上升到每周18个往返航班,从10月29日开始再升至每周24个往返航班,去年11月,美国交通部批准中国航空公司每周飞35个往返航班。 据报道,美国交通部表示,美国与中国航空监管机构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,以期实施路线图,逐步更广泛地重新开放中美航空服务市场,并分阶段可预测地恢复中美协议规定的运利权。 我是Fria,关注我,了解全球旅游资讯。